大部份的龍人都是天生的 他們不是後天變成龍 我經常說他們面對的問題是天生的問題 他們都透過後天智力更生的態度去生存 但我們大部份今天的人 其實我們全部的問題都是後天 但我們竟然是沒有勇氣去處理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少機會和爸爸媽媽在家下廚 跟他們談不如在餐廳辦一個下手下腳小朋友做的兒童餐 但其實對於猜忍獵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你想想外面小朋友辦廚藝班 幾百元其實都不是很好賺 雖然我們這裡沒有老師的 就是小朋友和爸爸媽媽做 但是你想想我們的廚師去預備材料 然後到樓面同時去收拾這些材料 好像收藥一樣收拾給小朋友 上一個盤 再給客人自己動手做 其實風險和成績很高 比如我們上個月推出的兒童餐是用米紙 米紙是很薄的 原來他去撕一張米紙去設一個兒童餐 然後去筆一個醬 放在碗裡給小朋友 一個兒童餐用了五至十分鐘的時間 但是沒有理由出餐 一個餐已經五至十分鐘 其他人怎麼辦呢 如果正常其他餐廳 可能就不做了 這些兒童餐那麼麻煩 還有食材你又難餘 你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個小朋友 又很容易浪費 我們都不會想他賺到盡 因為當賺到盡那一刻 一定是忽視了同事的需要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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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